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继续讲连顿弓 我这次讲的比较仔细一点 就是那个紧张的中心 连顿弓要动住 让肌肉变得比较stiff stiffing 那这个stiffing 你要用哪一块肌肉 就哪一个部分来当 那个紧张中心 这个名词是加拉米安小吉兵教学原则 大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的 然后他的第76页 在讲那个 比较快速的连顿弓 加拉米安小吉兵教学原则 大陆人民音乐出版社第二版 他的70 这是76页 在讲比较快速的连顿弓 跟77页讲中速的连顿弓 那我的 我发现我的做法 跟他里面讲的 主要的那个部分是相同 那我这里讲仔细一点 那 那 无论是哪一种连顿弓 他都要绷住脊肉 你才可以快速的发力 因为连顿弓他就是要靠那个速度 距离不用大 但是速度要快 才会 才会有这种效果的声音 那一发力完就立刻 所以 所以弓压也是稍微 有的老师说压条 压一下 给一点点弓压 所以 食指会感觉上会有点这样子 但他不是食指直接这样压肉 不是你直接这样压 而是你整个小臂的rotation 小臂的 有点向内旋 那这个向内旋 我是建议 不要直接用 我们 医学上 解剖学上 这叫前旋 pronation 前旋或内旋 这样内旋的动作 左右手都一样 这个向内转的动作 叫做前旋 医学上 手掌向 这样叫前旋 那这样叫旋后 旋前旋后 这叫Permation 这是中立位 这样叫中立位 这样叫旋前位 Permation 那这样叫Suppernation 这个方向叫Suppernation 旋后位 那 小提琴的公压的实施 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 利用这个握弓的杠杆原理 让手指这样过来 是不是就会给一个公压这样下去 但不是都是这样 他也有这个手的重量 直接这样下来 也是会给这个公压 这样给公压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这个才是常态性的最主要 小提琴基本运功力 就像慢扭音小凝教学 或很多老师都讲 肩膀放松 肩膀放松 你手整个重量就会放下来 对不对 我说过好比 好比你把 你用左手拖住你的右手 那你现在右手 你右手举起来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是靠左手拖住 那右手是不是就放松 右手保持放松 好 还是保持放松 好 然后这时候用你的左手去拖 拖住你右手 你右手还是放松的 好 这种感觉 这样子的肩膀 上比 后背肩膀的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 好 那运功就是这样 然后靠 这个本来就蛮重的 这个蹄膀 这当成是那个 是猪脚蹄膀 对不对 我们的前蹄膀 其实它蛮重 这个重量 就绝对够你运功要的那个公压 而且是超过 绝对是超过的 这跟手这么重 公压哪有那么大 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不但 光靠这个重量就够 而且我们还要 再把它提起来 这个三角肌还要提起来 你不提起来就太多了 就太多了 对好不好 只不过我们 那个身体机能好 比较柔软 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 Flexibility Flexibility 比较好的人的话 他提起来 他就可以适当的提起来 提的力量 这个整个蹄膀很重 对不对 譬如说脚10克好了 那小提琴脚只要一克的公压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要提起来9克 那机能好的人 他经过适当的训练 他就可以提刚好9克 然后剩下 还有一克就是公压要的 可是我们机能不好的人 我们一用力常常就会 哦啊 那反而就变得不够了 所以这时候老师就会叫你要放松 可是这样教大概是没有效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我现在解释啊 大家应该懂了嘛 而是你做不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这个要扯到筋膜 肌肉与筋膜 就我们 我们人的身体的这样动作 肌肉收缩束张 对不对 通常一个结抗肌就是 比如以曲轴来讲 里面的肌肉收缩 外面的肌肉伸展 好 那肌肉这些动作 其实里面有蛋白质纤维在收缩 肌灵蛋白肌中蛋白质收缩 这样导致这些动作 但是其实肌肉不是只有蛋白质 它外面还有筋膜 还有一些皮下组织 整个包覆着 那如果这个筋膜这些组织比较紧 像我们年纪大 都会比较紧嘛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都裂开来 我还贴脚带 我昨天有秀嘛 整个都已经见到快要见到肉了 对 年纪大就比较脆 比较紧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移用力很容易 我们 我们 我们变成我们要出的力量 如果是年轻人他筋膜 筋膜比较柔软的 他做一个动作 他是不是只要 他是不是只要负担这个动作 譬如说从这里拿到这里 他就只要负担这样子的胃能 这里到这里是不是就多一个胃能 高度提高了嘛 从这里到这里胃能 那你 如果我们这个动作来讲 那你筋膜松的人 松软 假设没有筋膜这样子 好像松到没有筋膜的人 你是不是只要 你提供的力 只要从物理学 你提供你只要从这里到这里 的胃能就够了 对 那释放弹就有动能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筋膜比较紧了 你还要多出一份力去控 还要去拉动那个筋膜 你才可以 对不对 因为筋膜比较紧 外面包覆的东西比较紧 所以还要一个额外的力量 那这个东西很容易 让你就 不好控制 因为多一个变数 那那些条件好 可以当音乐家 甚至顶级音乐家 那他那种 这种变数他就比较少 他没有那么复杂 对 所以他当然就讲话 他当然比较容易可以做得很轻松 那大文老师就是不愿意体会这个 我每次讲到这个 又要得罪的人 他就是不愿意 所以他们怎么教都教不起来啊 对啊 很多老师应该有经验嘛 有些学生你教起来 但是他不稳定 死好死坏死坏 既然你教起来 就代表他体验过做出来的感觉 那为什么他还仍然不稳定 所以一定还是有另外 绝对不会是单纯老师们说的 就是哦 嗯 观念正不正确 如果观念正确的话 那他不正确 他就也不会做不出来嘛 既然他有做出来了 而且稳定到一定程度 只是有时候死好死坏 就代表一定还有另外一个 观念以外的参数在影响 那什么以外参数 就是你老师没有教到的过 你老师所教的观念 你没有提到的部分 就是这个肌肉已经没了 对 如果再加上我现在说的观念 这个才是完整的观念 好吗 问题是 问题加上这个变数就蛮多的 因为每个人经模的紧张度 就已经层次上就差异很大 好吗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 我们讲到小婷基本的运功 理论上当然是你整个蹄膀 放下来的重量 就已经超过 所以你不但不需要 理论上不需要再死而外的压力给供 对 光靠这重量就够 而况这还超过 所以你还要稍微提起来 只不过实际上在提的时候 我说过那个筋膜比较紧 它有可能容易提的是超过 这个很难拿捏 很难去抓到刚刚好这一刻的 因为实际上你运功要的功压满小的 对 其实一点点而已 对那这个一点点 你整个蹄膀这么重 90克 那假如你运功只要1克 那你要拉下9克 可是问题 你筋膜紧的 你可能还要去负担那筋膜 筋膜那个东西是动态的 它也不会是每个位置都一样紧 它会随着你身体的调整 所以那个它是一个动状的变化 Dynamic 的过程 所以其实参数会很负担 那你筋膜松软的人 你就比较没有 不需要管这个东西 可以吗 讲到这里可以吗 所以常常 反而我们 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 像我是蛮紧的人 那我的感觉 其实就是变成我反而要 要 学习 有一个阶段变成是要 刻意的要去撕一个公鸭 小小的公鸭 而不是不能完全只靠肩膀的方向 刚开始学的时候 对 因为刚开始如果只要像老师们说的那样的话 太难控制了 那等到慢慢 慢慢 慢慢 抓到要领以后 再把那个多出来的那个公鸭释放掉 最后感觉变成很像厉害的人的那种感觉 那在这个过程里 也随着你一直练一直练 你筋膜也松掉 因为常常动 就像一个人家 他藏在医院很多 变植物人或是 对 或者是说他躺在医院太久 他会有一段时间 筋就很筋 对 他动作就笨笨琢琢的 这个不是因为 难道是因为他观念不正确 他以前身体是好的 他怎么会不知道身体好的感觉 他没有办法 可是当他多动 多动 多动 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动作就是笨琢琢琢 你不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去要求他 要求他要做一个像我们正常的这么漂亮的姿势 对 可是随着他慢慢慢慢慢慢的 所以要这个过渡期 那随着他慢慢慢慢在多动的时候 他筋膜的那个颈的地方 也会慢慢的恢复 对不对 恢复到一个程度 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到之前这么好 但他会逐步的恢复 那恢复越好姿势就越来越漂亮 本来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只是大部分老师不愿意去理 不愿意去思考这个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体验过 再加上我是觉得很多老师他不想这样去想 对 他心里在害怕 没有真正的爱 对 所以没有爱就会害怕 那个爱不完全 或那个爱是不完全 残缺不全 对 怎么说呢 怎么说害怕 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想这个 因为如果去想这个 他是不是每天都要想 万一我打一个篮球吃萝卜干受伤 我经萌边境 他就会每天都担心 那他这个演奏失业 他每天都要在航空当中 如果他要靠这个演奏或是教学 反正要靠演奏能力来吃饭 他是每天都要很紧张 都要很小心做什么事 都怕受伤 对啊 所以他们更不愿意这样去想 喜搞喜丹 但台湾人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民族性 就是这样 尤其是现在因为实际功德会 这些人间佛教教你说什么 凡事想正面 不要想负面 所以不要讲人家不想听 总结果变成就是不要讲人家不想听 因为人家不想听 人家觉得你负面 所以慢慢慢慢的在这个 时代生长的小孩 生长的人 或是在被这个环境影响的 慢慢慢慢就失去了 对 去 听一些自己不愿意听的东西的意愿 然后慢慢也失去这种能力 所以很多老师就不愿意去想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怎么教那些人都教不下来 然后他只要去怪学生不愿意调整 不愿意看到他话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他带过去 好 所以他就这样 我不是要去评论这个 反正重点 好 那回到这个压力 所以其实小提琴 基本上他靠这个放下来 整个这样放下来的压力就很大 他就够你基本 然后这样 然后用拖曳的 类似我说过像抛弓 我上个视频提到 抛弓用这边整个这样下去的感觉 但不用真的这边这样子 就整个这样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足够让小提琴基本运功压 根本不需要真的做这种动作 好 那这种动作其实他主要是在上半弓 因为他这个杠杆原理导致上半弓 你会感觉比较轻 比较 攻压会不够 你会觉得bowl weight好像这里就比较多 到这里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会觉得优感高不够 那你如果这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用 你可以不用这样子 你可以用刚刚我们说的这样子 随着这样运过来的时候 你足够的去增加这个下来的这种力量也可以 你看我故意不这样子 但也可以 不过这样子你会 因为到这边开始 其实大部分人的身材是不够的 所以要变成要展出去 那这个展出去的动作 如果这种下来的动作 这样的姿势比较好做 如果是已经这样 还要做这样你没办法做 所以你就变成 这时候你就变成要靠这样子的 这边的杠杆给弓压 要堵这块弓压 在这前半段 弓的重量比较不够 或是我们 皮旁下压的一样 所以这跟身材会有关系 对 假如身材越高大的人 他相对于他的弓 是不是就变成比较小的弓 像我160几公分 身材的男生算比较小 那我用标准的弓 其实有点远 我大概 我舒服大概只能到这里 会有一小段吃不到 那我如果用四分之三的弓 会变成有点短 反正我比较适合 Lady Size的弓 八分之七的弓 对 那假如我今天180公分 手突然又多一截起来 是不是相对起来 弓就变成好像是用小朋友的弓 那在小朋友用弓 那个范围你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伸展出去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样压 这样来越 所以身材越高大的人 其实他的选择性就越多 他就越不需要用这种 比较不好使用的弓牙方式 可以吗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般普通的人 一定都是到这边的时候 你光靠这手臂中间这样下来 有点像 我说像抛弓这样 这样下来的弓牙 但实际上女运工没有这个动作 抛弓才需要这种东西 像这样下来的东西 你越到你手展出去 你就越来越实施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变成你要靠 这样 那因为手这样出去 他本来就会pronation 我们运工的时候 从这里 这样过来 你看这个角度 大家看这个前旋角度 他本来就会越来越前旋 内转 我说前pronation 可是他自然而然也适合 你不用刻意做 他也会好像把工匠押下去 所以既然是这样 那合乎人体工匠运营 他本来就会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刻意的 去在这个 已经手都伸出去了 到大三角形的阶段 还故意这样去压 这样不适合 对 所以natural 里人 一个比较舒适 比较合乎人体工匠运营 就变成说 你这一段的工压 可以靠整个手臂 放下重量 那到越前面的时候 因为你比较难去实施这样的感觉 这样 所以你就变成 而这个时候 本来他就会前旋 因为这个角度让你是这样子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是用杠杆工压去解体 可以吗 小心 不过这个东西我刚刚说过 会跟身材有关系 你知道 你身材越高大的 你越比较没有伸出的感觉 但这种 你的杠杆工压的比重 就可以减小 可以吗 那这个杠杆工压 我们刚刚说过 他不是刻意的 你上臂不全旋 上臂不转 就是吃骨牢骨不转 然后直接这样去压的 直接用你的直伸趋肌腱腱 直前趋肌腱 直接去压他的手指 不是这样说 他比较是靠前旋 那这个前旋 其实也不是刻意的去用 我刚刚讲到解剖学 那这个可能大家不清楚 如果你听不懂 你觉得你不需要 那你就忘掉我讲过 接下来这一段 好不好 那假如你有困难 你一直做不好的人 你可能就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弦前 弦前缘机 弦前方机 跟这个叫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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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人的小臂有19条肌肉 那基本上手指的动作 手指是不是可以前后 可以这样 这样手这样展 或者是侧向的这样开这样合 对不对 那 以这中间这三根手指来说 大拇指小拇指也一样 不过他还有其他的肌肉 那中间这三根手指 他肌肉比较少 所以他动作能力比较没有 大拇指小拇指这么灵活 那他以这三根来讲 其实他 这样子跟这样子 他的肌肉都是小臂里面的肌肉 所以手掌手指 并没有负责这样动作的肌肉 以这三根手指来讲 他没有这种肌肉 小拇指大拇指才有 好不好 不过小拇指大拇指 一样也有这边的肌肉 在做这种动作 在这还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 那这边叫做 这个叫他英文叫reflector reflector这个叫 它是用 这样 这个叫指伸 比较merge 埋的比较里面 深浅perfond 比较深 deep 比较指伸趋肌跟指浅 指浅肌 浅他叫superficial 比较浅 浅水艇的浅 指伸趋肌 前前前前前来控制这个 这种动作 那外展的动作的话 是靠后面的深脂肌肌生出来 所以这两个肌肉是解抗的 我前面是不是讲到解抗肌 所以这边搜取 指伸肌腺 骑肌手缩的时候 深脂肌肌腺是束张的 那深脂肌腺收缩的时候 这边是束张的 他是解抗的 都是解抗的 那 当然小臂有石头脚肌肉 所以不只是这个肌肉 他还有什么肌肉 他还有侧边 这个叫做 牢侧 比较靠两边 这个手的内侧这边 叫牢侧腕肠躯肌 那这边是持骨 持侧腕肠躯肌 那牢侧腕肠躯肌也是可以弯这个手掌 因为它连接的部位是到大概这个位置 腕骨跟 腕骨连一点点 然后这个持骨 连一点点 这里 这个叫持骨 所以这个大拇指这里不是手 掌骨 抱歉 我口误掌骨连掉一点点 所以大拇指这里应该是手掌 这里并不是 很多人误解 一知半解的 他就 很多老师 乐器老师就跟人家说这里是大拇指 不是手掌 其实这里是手掌 这是掌骨 这里并不是持骨 只是这里面有肌肉可以控制它 其实这里有肌肉可以控制它 那难道这里也是手指吗 他不知道而已 就是一般的老师他病 可能以前他没有注意到原来这种动作 尤其像我们弹鼓点吉他要这种动作 因为吉他是靠手指在搏 所以他那手指的动作会比小提琴复杂 小提琴你握在弓上你就等于是锁住了 你不能这样动 吉他你还可以 那他有一些弹吉他老师 或者是小提琴拉奏的老师 他就发现原来我大拇指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这边的肌肉在控制 所以他就跟别人说这边也是大拇指 其实不是啦 这是掌骨 这是手掌 所以其实这边也一样 这边也一样 这叫大鱼记 那大鱼记里面 大龙子有八条肌肉 那有四条是来 在刚刚我们介绍小臂这边的肌肉 好吗 可以吗 不过他就不是指申居器剑 直线居器剑 直线居器剑 他是另外独立的 叫母仓生肌母仓斩肌 母仓什么 母端都在这边 那可是他也有一样 类似功能业绩 又在这个位置 好吗 那这是掌骨 手掌的部分叫大鱼记 所以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小鱼记 这边是不是也有一块突出来 比较不明显 小鱼记也一样 他也有 这边有一些肌肉控制小拇指 但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肌肉控制 所以这两个手指的动作能力 都比这三个好很多 所以如果说很多老师在那边硬拗 他错了还要使不认错 就是大部分老师不知道这个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边可以控制他 他就跟别人说这边是 这边是手指 不是手掌是手指 对 可是当我现在纠正他 他又硬拗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大概知道我一直又要硬拗的时候 那我只能告诉他说 如果你要坚持你的观念 那是不是这边也要叫做 这里也一样的结构 那这边是不是也要叫做小母子 那你又说不是 那我用你的逻辑 这你换的位置又换的脑袋 如果你说我的逻辑 你不要接受用你的 那我就用你的 那这边是一样的道理 那为什么这边又不叫做小母子 所以你根本就一字半解 我用你的逻辑 你自己又推翻了 对好不好 那因为知道 那我不是故意要跟大家在那边绕 一定要坚持什么什么 而是知道不知道这个 对于那些机能不好 动作有障碍的人就变得很重要 像你们一般的老师那种条件的人 他只要意识到这边稍微在控制他 稍微意识到他就可以做的人 他可以不需要知道这么详细 可是对于有障碍 我现在不是在讲有困难的障碍的人 我是条件比较不够 手比较小啊等等那些人 他知不知道这个很精确 这个可能对他们要突破一些困难跟问题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老师们说的没有错啦 观念正确当然 就会比较容易做正确 问题是 或许我应该换另外一个说法 应该说观念越细 越仔细 越可以解决问题 不要说正确不正确 应该说你可以知道的多详细 那这个需要的详细程度 跟你的需求会有关系 只要你条件越好的人 你天真条件越好 你当然就越不需要知道 因为老天人就给你很多禀赋 你自然而然就比较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就比较少 那条件越不好 他就要知道越多越窒息 他才可能去想到解决他的问题 可以吗 包含控制 他就要 他控制起来就比较复杂 我刚刚话很多精确的人在讲 好 那回到那个公压 所以这边有所谓的老侧万肠 身体直侧万肠肌 那这边的肌肉 因为他那个角度的关系 所以重点是他收缩的时候 除了跟中间这个叫长长肌 还有一个肌肉长长肌 长长肌可以让整个手长这样子 其实这些肌肉都可以啦 刚刚讲直身巨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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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穿过这个手腕 这个腕管 基本上都可以有这种功能 只不过 是不是专门做这个功能 专门做这种动作功能 只有中间叫长长肌 所以长长肌到这里 他这里的肌肌 他是散开来变一个弧状的 三角形状 他不是细细的一条肌肌 他专门做这个 但其他的 你刚刚说 这个 直身巨肌肌肌肌肌肌 当然他收缩说不会只有弯这个 他这边也可以这样子 看你怎么去控制 他也有这种功能 好 那这个 饶舌腕团去直动按钮 他也可以这种动作 不过因为他这个角度的关键 事实上他做出来 是比较像这样子的动作 他是向前 但是是向前以后 有点像腻 这样子的向前 当然就要看你 因为这个肌肉 一条肌肉里面有很多条分数 很多条 很多条 小肌数 对 那 这个小肌数接的位置 我刚刚说过 这饶舌腕团去 其实有些 有些急速是接在这个腕骨 有些是接在脂骨 脏骨 对 那当然那个不同的急速 他拉的角度会不一样 所以同一条肌肉 其实就像这个三角肌最容易 三角肌是在这里三角肌 那三角肌有分中间区 前区 后区 你使用不同的区域 他动的都不一样 中间区他比较是这样子 那如果前区他比较是这样子 他也是把它提起来 但是他比较向前区 那如果用后区的 他是提起来 但是还有一点这样提起来 所以你一条肌肉 你用不同的区域 其实它效果会不一样 因为他接的位置不一样 可以吗 就像公共二头肌很有名二头肌 他到这里已经 他根本就分成两头了 分成两树 那一边我说会接到余上节节 一边接到这个会嘴 那你想想看余上节节 如果你这一收缩的话 对 他的角度跟你用比较这边 二头肌的小头 这是大头小头 当然他那个角度会不太一样 那人是可以控制的 你如果会训练的人 帮你训练解控制 那这个东西只要训练好 其实很多学生 你就要做一些精细的动作 那你讲了半天学生都做不到了 其实你只要教他怎么去控制肌肉 他都可以做得到 那其实 所谓的一些 我觉得像一些什么 雅力三大防重法 其实就是最后就是 想要利用这种方式 最后间接的可以让你 让你有能力 更有能力去使用你的肌肉 对 不过我是觉得 如果机能 他这些方法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 基本上你的机能障碍 所谓你使用的代常动作 医学教 你肌肉使用的跟预期 大家要的不一样的 这叫代常动作 那这个代常动作 人的代常动作有很多原因 那当然你认知的错误 就不要说错误 就是你不同的使用认知 当然做起来会不一样 这个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其实很多人 更多的原因 你看网路上有讲 你腹肩丝有讲 其实更多原因 可能是因为你的关节比较紧 也就是你筋膜比较紧 那导致你有一些角度不好做 你就代常做别的肌肉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就不是你调整认知就可以解决的 对 因为他那个身体情况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帮助这些人 解决这些代常动作 他跟你不一样的障碍 或者你 或是你不要讲障碍 就是这些条件 你要至少条件要一样 他才会自然跟他做出一样的方式 在一样的放松程度下 如果你这些条件不改善 或者说你这些障碍不排除 你就直接叫学生做 他为了要突破这个障碍 经过比较紧 他当然要出额外的利益 对啊 牛的运动定律 低的运动定律 你就要去突破它才能 那当然他就不可能 像你在放松情况下 可以做到一样的角度之时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 不像你一文福建师 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对 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把它应用在乐器演奏这边来 对好吗 那你懂不懂的话 你才可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 尤其是成年人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小琴 回到公压这边 我们是要讲连顿公 但是因为连顿公 很大部分他跟公压的实施会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先讲这里好不好 好 那我刚说公压 其实他变成小琴的公压 你可以把它想像有两种 我们身体出的 身体所提供的 公压有公自然的重量 对不对 还有我们身体提供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身体一样 今天的一样你可以是 整个手臂放松放下来这样的状 那我说过 这样子的重量在 特别是弓箭区 你会不好实施 所以弓箭区 比较适合这个杠杆运作 我刚刚讲到这里 我们回到这里 好 那这个运作其实他会做前旋 那这个 他不是直接 手臂不前前 手指压下去 不是这样的 好 那前旋动作其实他 Nature它自然而然跟你 运功从小三角形 刺边紧到这样 你推出去这个动作 他本来就会前旋 好 那所以这个前旋动作 其实并不是你刻意的去用 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块肌肉 有两条肌肉 是专门负责前旋的 一个叫前旋 前旋方肌 比较长方形的在这里 它是手 手里面 最深的两条肌肉 死伸巨肌跟前旋方肌 就是merge在最里面 好 那它可以直接就这样转 所以你 你试着 你可以试试看 你直接这样前旋 你不做这种动作 你故意直接这样把手掌 从这里翻到这里 但是你刻意的强调 用这边的感觉的力量 你浮在人类 那其实你用的就是旋全方肌 那它是一条这样的肌肉 所以它拉就直接这样拉 好 那旋全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旋全圆肌 这个圆应该是指 它那个肌肉是柱状 圆柱状的 它是长的 那它为什么可以旋转 所以它是斜斜的 它不是直的 它不是 它不是这样直直的 它是有点斜斜的 所以它一拉就可以把它前旋 这叫前旋圆肌 好吗 那我是觉得 小提琴的硬弓 不要 这个你要做这种动作 这样前旋的动作 不要直接用太多这个前旋方 直接这样转 刻意的 它比较 它应该比较是因为你整个机制 一直在这样推出去 你自然而然它就会出去 所以这种动作它应该比较是靠 旋全圆肌 甚至于也不是旋全圆肌 甚至于其实是 我们刚刚讲的劳策万肠趋肌 劳策万肠趋肌 你在这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 就会帮你旋前的动作 那回来的时候是此侧万肠趋肌 这两个是解抗 这样回来 所以它是一个总联组讲的 你可以不知道这些肌肉 反正它是比较自然而然 这样一送出去它就会转过去 而不是你刻意的去这样转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 指运功从四边引到诈身摇行 那同理 同样的感 你抓到这个感觉以后 同样的感觉 如果你今天不是做这么大的这种动作 从这里到这里的动作 你需要突然要一个公压 说你也要尽量的体会 类似从这里到这里的感觉 你怎么去使这个杠杆公压 我称之这个叫杠杆的公压 等这种肌肉之种感觉 去用在你任何时候需要杠杆公压 都这样做 而必要不要突然的 不要突然的直接只是转你的 持骨牢骨硬去转 那最不好的 当然直接去压这是最不好 最不见你 那也尽量不要突然这样子 而是比较靠整个 因为你整个这个 上臂身体的 要企图要展出去的那种感觉 这里要 它自然这边就会变这样 对不对 因为你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公 主要是因为你抓着公 公不能 因为 因为公 你抓着公 那公又放在悬上 那琴不能掉下来 所以它就给这样子 它自然就压下去 好 那所以 所以你从你四边行 到战场上去 你这样展出去 其实你是因为这边展出 这一节展出去 自然这边就会前选 好 那所以这种感觉你抓到以后 你任何小提琴 在别的任何的位置 你要前选你都是尽量这种 都要有这种感觉 随时注意要利用这种感觉 只是说它可以利用的比例 当然会随着位置不同 可能这边的参与度 旋圈圆 集圈圆 旋圈圆 可能参与度就会增加 你要去思考这个 那怎么样去拿捏 让你是一个最舒服 最好 最放松的状态 那我说过放松不是不出肌肉不出力 不出力就不会动作了 就不会有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应该 放松应该是说 让你接下来的动作最轻松 接踵而至要的技巧 最轻松可以做出来的 那个储备状态 你现在的准备状态 或是现在的储备状态 就是最放松 就是也许也没有需要放松 但是我说过很长时间 那你怎么去拿捏 好不好 可以吗 也就是说 讲那么多 讲简单的说 你不要直接压 这是绝对不建议的 直接去用你的直升去建议 那直接这样转 好像也很突兀也不太好 最好是 因为顺一个是去给 让它这样子 好吗 可以吗 讲到这里可以 那这个就晓得你需要这种 比较急促给的公鞋 好吗 突然你要 你如果短发力 你突然回到连顿工 连顿工你就是要给它一个公鞋 那这种公鞋 其实你就是这样做 这样做 不是直接这样压 也不是直接这样 这样 其实它比较是 这里 就是大鸡群的力也要用到 这样 好 那因为如果懂这道理 好那我们回到讲到 那个加拉米安小婷教学院则第七十七 七十六页七十七页 我刚刚说过七十六页它在讲 它在讲那个 那个 七十七十六页它在讲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它在讲那个 比较快的连顿工 七十七页讲中处连顿工 那比较快的连顿工 另外就是给你快速的运动 瞬间爆发的运动 短但是快的运动 还有就是给工压 好 那我们刚刚说过 所以我们现在故意不闲权 然后做一次给大家看 我故意不闲权 不用这种我称之叫杠杆工压 好不好 旋权这种我等下都叫杠杆工压 那这种我都说类似拋工的 拖衣式工压 这种下沉式工压 那其实但你用下沉工压 你说可不可以做连顿工 也可以啦 我故意的 你看我故意这样装 也可以 只是比较不好做 比不 完全做不出来的 这样还是可以 你看我 我故意这样做 尤其是我说过 越靠这下面越好做 越这边越不好做 因为这样不好做 除非你刻意的这样去这样子 你看我的脚 我脚都已经变这样子 这样 我正常是这样 我故意的这样做这种动作 然后这样 让我可以这样 那这样是不是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还可以 你就不需要做这种动作 那你这样还可以直接这样压下去 那你当然可以 你当然可以故意的去做 这样做连顿工 不过这样子 就不是一个比较 优雅舒服的字 自然而然能去做 就比较夸张的 但也是可以 那你可以运用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也是拉你的筋 把你的筋拉开来 但实物上当然不是这样 所以实物上 你要连顿工需要的工压 需要这种工颈造成的工压 或是速度快 短为急促的速度 其实我称之叫做连发机制 我以前就是常在讲 连顿工 你可以把它想像有一个连发的机制 像机关枪会有一个自动回天 胆气自动回天 那个连发机制 那这个机制靠把肌肉绑住 它会震动 它就会 绑住 它自己就会 它自己就会震动 全门柔 上个视频我们已经讲过 它会有tremble tremble 这个tremble 让起手震动 那就可以做出tremble 震音 那你控制住这震音 直往上不往下 直往下不往上 那就变连顿工 好吧 那这个肌肉绑住的这个机制 你怎么做 那其实我说 我上个视频讲过 它并不是直接 好像你握住肌肉这样 不是这样 而是你是靠 要卡住前旋 我说过靠你运工 运四边形到三角形 那理论上如果 正常的长工 是不是也是从三角 大三角形到四边形 那你故意的 你故意的 不要这么顺的回到四边形 故意留着延迟回到 那它是不是本来在这位置 应该是这样 那你在这位置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 那就会这样 那事实上这会造成你前旋 你就会前旋 而且这种前旋 是比较靠这一节 你会感觉蛮明显 是这一节也这样子 这一根棍子 这一根柱子 它比较这里 这样子 本来正常运工是这样 然后它就松掉了 对不对 从这样子 就比较紧 然后慢慢到四边形 它就越来越松掉 那你故意的延迟保留住 不要让它松掉 那你还往上 是不是它就会变成这样 这里就会比较紧 这个位置 那这时候 那个其实蛮紧的 所以这种紧 你并不是你刻意的去把这边处理 你不需要 它就会紧 那它自己就会 它就会 它就会全部 而且就会有你公压要的 这样子的效果 可以吗 那它是比较从 因为这边流出 你运工的时候 故意点词去流出 不要直接放掉 变成四边 太少了 不要顺利的让它变四边 你让它比较delay 点词 那它就会这样 然后就 然后它就会 其实这功效蛮的 而且它就会正的蛮厉害 就变成很小的颗粒的 你能够 你看 你要我只吃一点点 就可以好多音 你有没有觉得我只吃一点点 就好多音了 我就已经拉了 20个音了 等了等了 dollars L.D.D 第二十个音了 对 对 这种就超快速连训工 私自在极关调连训工 柯拉伏许要的 可以吗 那当然美地 俄羅斯 玛利 我们上个视频做 我说那个Kramer 大师 它的拉法就比较用这种状 所以它是 它是 我今天比较 状况比较好 我首先例小时候状况比较好 所以不见得有我昨天那么急那么用力的声音 我昨天是我姐姐在那边打吼 我被她弄得我压 所以我昨天不太敢处理 大家知道吗 我昨天那个时间我姐姐跑来 所以她就在那边念我 要不然其实是可以动出 但是声音不用昨天那么夸张 那么用力那么紧 可以松一点 那其实你看这种就是比较靠这种方式 那你看朋友们是不是 她手指就这样子 为什么她们这个姿势 这是比较快速的连论功 那如果比较慢中速的连论功的话 这种快速连论功你一做它就会一个速度 它一振起来就一个速度 所以它不适合这种方式你会的人 它比较不适合慢的速度 因为它一振动 因为它它是比较靠肌肉自然而然 好像医学是不是叫popping up pop up 肌肉自己会popping自己振动 所以它一振就是一个速度 所以这种连论功 如果你要在这种速度的音乐里很好做 你会用的你不觉得难 但是你要放慢就会很难 反而慢很难 那这种连论功其实它难就不是难在右手 而是左手 你左手按得够快 可以合得起来 我昨天不是说我昨天状况 我昨天左手状况很慢 因为我里面有调 我昨天是 我从楼上下之前有调过 那因为天气变得它只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稳 因为旋钮会越来越紧 所以越来越不会跑掉 阴影会越来越紧 天气变这个旋钮会松掉 它一定会跑掉 天气越紧 你调好越紧它应该是越OK 这边会咬得越紧 它就越不会滑掉 这个旋钮 那回到这个叫什么 我刚刚是说那个圆顿弓就是你 我刚讲到有点旧的功高抖 就是anyway就是你快速的圆顿弓 你一做就要一个速度 那左手反而真正困难的是你左手要跟着上 那霍拉舞曲为什么大家觉得比较容易 因为我说过它一次 它重音 哒哒哒哒哒哒哒 所以它两个音左手才动一次 所以左手的速度其实是只有右手的音 两个音才一次嘛 所以它比较慢 所以你就觉得比较容易 可是 哒哒哒哒 对不对 然后 那一到这里就会觉得难 为什么 因为这里每个音都换 你会觉得 到这里你会觉得左手就变得忙 因为它每个音都换 那就比较难 好不好 所以它 其实人都换 这个加拉米娅小营教学的原则也有讲 它说其实真的 他其实刘也有讲 真正挑战到的是他左手的东西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这个书上会提到 他说 他说你会感觉 你要做这种快速的人都换 你会感觉整个手 是 他说 他的意思应该说整个会 这个功 这个运 他说顺时中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会比较这样一点 因为你要这样绷束 你要这样绷束 他就会比较这样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功 时 垂直是不是这样 那 他的意思说有点这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你这样 而是你这样 他就会有点这样 好吗 好 不过如果这样子 这样 如果这样这样 你的功感应该是会朝内的 会 反 这样子倾斜 而不是这样 但那台天神功确实 他确实这样倾斜哦 所以他的 他是这样朝内 抱歉 他是 他是这样子 这样以后他夹的比较 因为夹的比较紧 你腋下夹的比较紧 是不是 腋下越开 你是不是越比较可以从这里 编成这里 那你越交越紧 他是不是就会这样 不过他这个紧是 他不是这样紧的 他不是这样紧 他是因为 前弦这样紧 这样紧 所以他的 弓感却是往前的 因为这样做 所以他会 他会从这里 变成这样 变成 这里变这样 但是他是因为这样变这样子 所以他变成这样 这就是他说的意思 好吗 一点点 其实那只有一点 所以就变成这样 你弓感又 比 更往前 但是你的弓 却是往内 有点向内 一点点 向内 然后这样子 你只要一动 他就会 一下就好多一个音 稍微一带 他就好几个音 他自己会震动 好吗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这里可以是比较 放松 这里不用太近 下面不用太近 主要是这里 这里会有一点紧 越到这下面 已经比较 可以比较松 不要不用这么紧 你的声音会更漂亮 我昨天就是因为这里也很紧 所以我昨天拉那个 就不好听 不是说我昨天拉 今天声音又好很多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今天不要松 我昨天是因为我姐来 我怕 我如果这样我要压着 我怕声音太大声 我姐就在念我 所以我昨天是抓着 我不是说我昨天抓 所以我昨天在那里没有放松 对 我说我以前半夜拉 我都是这样抓着 对 对 那很多人 很多老师就说什么的借口 不说这些人 很烦 我们一眼根本没有懂 我们在说什么 他们自己教权能力有问题 还在那边说别 他自己很会拉 不代表他们会教 很会教我们这种有困难的人 他们教那种 跟他们一样条件不错 可以考虑 因为把那种当然给他们教很适合 因为条件都跟他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照他的就好 我现在讲的 我不是在给帮助这些人 我们说过吗 刚刚一开始就一直在讲 好 那我们回到这里 那就可以吗 那就这样 这为什么书上会这样讲 这样有动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动作 那就其实有一点点 你看就吃了好多音 你看28个音 我只吃那么一点点 好吧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那这种是要挑战他的左手 那这个东西你要去练 你就按照陈瑞 陈瑞那个教学 陈瑞的言论功教学 他叫你先做这个 先做这样快速的震动 然后就对对对 一开始会有一个很笨拙的阶段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一定要有这个阶段 你不要因为害怕 觉得这个很难看什么 就像很多人 很多人着手不贴贴纸 对啊 然后他觉得 或是他贴得很快就拿走 那音还不准就 就把他拿走 这样一辈子你都念不起来 你 这种难看都是一时的啦 等你厉害了 谁还会说你 像我现在运工 基本运工生意已经变好了 之前我被林黑老师做难听的 现在大家都忘了啦 对 对 人都很现实啦 因为台湾人 台湾就是那种商人的个性的 我们的祖先会 以前在那个中国那叫什么 福建对不对 然后福建山多地平 对 不亦浓缩 那不好过的日子 那有些人就留下来继续在福建 我们祖先就是不舒服就会离开的那种个性 我们台湾人会到处跑单方做生意 我们的民主性 对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那个你 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很 不好的 看起来不优雅 生意不好的阶段 其实你一定要 一定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 然后这时候重点是 让你的金骨机能先改善 那一旦改善 它自然而然就会变好 不要像很多老师的 就是他不去看学生是不是金骨机能 就是所谓带场动作的 的原因是 只是因为观念还是说 像福建市说的一大堆那些原因 那其他 如果 那多数人都有那其他一大堆的原因 应该先解决那个原因嘛 那自然而然好了以后 他就会做正确 就会做漂亮 应该是要这样 那这个阶段你一定要赌博 那你不要觉得怕人家笑你 因为这个等到你会得没有人 人都是现实 谁还会去管你之前 只有你自己才会这么在乎你自己 那个 那个卡内基人际关系书 像黑幼龙那个有吗 他就说 他在书上就有讲 他就说 他说 大家看团体照 你第一个看的是谁 你大部分人就先看自己 谁会先去管别人 谁要去管你中间的历程 中间的挣扎过程 除非他要选你的专辑 好 就这样的 所以 我觉得要去度过这个 就是我在讲陈瑞在年龙高学 你照着他的方法 你会有几天 就是看起来做做的 他不是有示范给你看 他也这样 他也直播中的 嗯嗯嗯 这种表情 嗯嗯嗯嗯 你会有 真的会有那个 你就是要放手去 那那 你抓到10 我的经验值 以我的情况 一下子两三天就 就就 就抓到10 对 半年大概就蛮稳的 对 好吧 就这样 好 那这是快速的那种 那么周速的那种就比较不一样 他不是靠 sams 留住的 他是比较靠 我上个视频有讲 他是就是靠 就像你慢速的那种 一个一个推 一个一个推 好 像潘滥老师说 越进去越快 你快到一个速度 你就会发现上不去 你很难还是 你还是没办法上,到中速连针弓 大概这种 哎 你大概只能这么快 一个一个推 如果你想再快 乎捷 你要快 你要快 那这种又不是用这种 不是这么快 那这种介义两者之间 其实他是用我上个视频提到的multi-taps 的观念 那这个是以色列小提琴教授 艾奥克雷斯他提出来的 那其实加拉米安小提琴教权是没有提到这个概念 不过他里面提到说手要带动平行的 很像这个 他用什么错词 他说要用一个平行的移动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他只是 对 其实就你做那么太taps 就会 他77 这件事情他提到 他说 他说我现在再念给大家听 这个中处的论功 他提到说要把肌肉的紧张中心 更多的从 这个中处从这里移到这里 好吗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提到说 手的动作以横向为主 这时手的动作以横向为主 他说的横向是指说 要跟着你长功的这样移动 所以他会比较像我刚刚说 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 你如果不想做杠杆公压 你是不是也可以 我刚把这个手机这样翻过来 然后拍我的那个蹲下来的姿势 你也可以这样来推 就是比较像这样推啊 好 好 这样很小 这样 运功这个轨积 比较像这样在移动 可以吗 好 好 那这样子其实你是 就像你 你慢的连运功 你是不是推 好 这样从这在这边要做一个慢连运功 你是不是这样推 我我故意把冲层做大一点 好 这样推 好你如果再做一个 是不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再推一次 不然实际上不用那么大 小一点的话是 不过你这样一个一个推不会快 所以 你要做multi double taps 就一次两个 推 然后一次把它做两个 所以你在推的时候 你这个要很明显的这个移动 再移动 只是那个量没那么多 我现在做给你看 所以量做得比较 其实这个我现在讲的 我上个视频已经讲了 只是我觉得那样讲 可能有的人听不懂 我现在做特写 特写教学 好吗 这样这样这样 那这样的结果 你是不是等于在做这个平行移动 像长弓这样 但这个长弓 但这种移动不是像这样子的移动 他比较是这样 刻意的去做这样 老汉推车 我上个视频都刻意做 所以我说后面的这边展开来很重要 后背 我提到这个什么斜方肌什么 后背的这个 这些肌肉可以展开来就很重要 那假如你跟我一样年纪大经比较紧 就像好像受伤了 你没有他这样 那你要刻意的去 刻意的去做我刚刚 说的这种动作 比较刻意的去做 像这样 刻意的去这样 对 有一点这种感觉 但不是真的有这个外显 这么明显的这个动作 但你会有这种感觉 可以吗 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最后结果 就像刚刚书上说的 你的动作轴心就会变成是这样 感觉上就会变成这根棍子 在做这样子的移动 这根棍子在做这样子的移动 的感觉 所以你整张的中心会感觉 比较逗唱在这里 而不是跟这差很大 有没有 跟这差很大 好吗 然后你会有一个这样平行移动 所以他说会有一个 他刚刚说什么 叫做 叫做 手的动作是很像移动 手嘛 所以手这边是很像移动 可以吗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好吗 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是在做一个一个 慢速的人正弓 那你要快什么快 你就是做 这时候你就用以色列小林教授 说的Montai Tabs的观念 一次两个 把两个 就是一做就两个 两个有时候像我刚刚冲过左边 三个那就三个 或四个 一二三四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出 比一个一个做快很多 但是有没有快到这么快 有 其实质感也不一样 其实这两个 这比较爽 这声音比较 所以他这个 其实他的 紧张中心虽然到这里 但是他没有急 其实也没有很紧 其实也没有很紧 对 甚至于你可以做到很松 我昨天用示范过 像这样松 很松 我昨天那个看得比较清楚 我今天因为穿外套 比较清楚 昨天那里 那边做得很好 你可以去看 你其实蛮松 所以他书上有讲 他后面有讲 他说有些人 他说有些人 其实做得蛮松的 他说 反正你看他这讲的 那因为每个人略略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做morti taps 你可以两个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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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那两个答答变成四个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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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那很习惯了 变一次4个 那4个 最后再说8个 8个大概就够了 一般的连顿弓应该不会超过8个 就要换弦 换弦每换一次弦 就会提供你再次向压的 重新启动的能量 好不好 跳弓也是一样 连飞顿弓也是一样 它会紧 所以一换弦你会觉得 好像又重新refresh一样 又好做 所以你只要做 能够把抛弓演样 你大概只有八个就够了啦 一的深度就是八 就够了 因为一条弦不会用到超过八个 就会换弦了 通常四个啦 通常就四个 就换了 通常就够了 好不好 连顿弓演样通常四个 那这样的你一换过来 你就会发现又可以重新绷紧 因为那个位置一移动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 所以你就会觉得 再重新开始比较容易 换一条弦 然后再换 就会容易 好不好 那一样的 那个书上也会讲 你换弦的时候 你也要平行移动 所以我上个视频是要讲 如果需要换弦的时候 你除了要练这个换弦的动作以外 好 所以这时候的换弦动作 会是比较所谓的 我说大换弦 我说换弦有这个 只做手指的ponension 这样子的换弦 也有做这样子的换弦 那还有整个手臂嘛 那我觉得连顿弓要换弦 应该会比较 你要确实的去练到这种 因为它会到新的位置 到很舒适的 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不要这边 你不要只做这种小换弦 要做连顿弓就不好做 或是只做这种换弦 只做小臂 换弦有手的pivoting motion pivoting 手的pivoting motion 不要只做这种 握弓弹弦这种换弦 也不要只做这样子的 你连顿弓的换弦 你要整个这样换弦 那让你到新的位置很好 所以你就变成 你想想看连顿弓你要做 尤其是慢速的连顿弓 我现在讲的是中慢 中速或慢速的连顿弓 你换弦你要确实过来 而且还要做这个横向移动 就是变成 你新的弦呈在这里 然后 横向移动 我们刚刚说过手的横向移动 也就是这样老汉脱折 1 2 3 4 然后换了新的弦确实的过来 还可以做这样横向移动 这种感觉 那你这样 等等等等 你就对 所以你会觉得 这种方式做连顿弓 你会觉得这里反而是开的 腋下反而是比较开的 然后 然后 好 1 2 3 1 2 3 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种方式 那这样子你也可以懂吗 你也可以这样 那这样子的速度 会比刚刚这样子的速度 越慢一点 但是它也可以快得起来 可以 越慢 但是越慢当中 你也可以变得比较快 那你 用得越轻 它就越快 那个 我觉得台中的那个吴老师 他那个示范就蛮好的 他就是有点类似用这种方式 的混合体 所以你 所以你仔细看 其实 其实音乐在不同的表现方式 像美丽罗斯玛丽 有所谓有 有Cramer那种版本的 快速的 或者是像克莱斯的原本 他的拉走的比较中速的 对 这一首曲子可以让它不同的方式 那同样同一首曲子 它里面有不同的段落的连转功 像我每次都用流浪者之歌嘛 那流浪者之歌其实它在这个 这种 这种我就用比较中速的 我想用这样推的 好不好 就是手的平行移动 很强移动这种方式 你就觉得很像 从这边看着 这次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但是如果我现在做后面这个 我就比较是这种 就比较 发现我的音不准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我就比较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比较不是 你说这样可不可以 因为你会 它的 那种感觉就不会这么巧 这种方式 你能用它比较松 它声音也会比较松一点 不会 不会 就那么明显 所以看你要做哪一支 你要什么音效 但你也可以做混合式 你这样子然后开始故意前选 你可以自己去变吗 那就融合两种不同的 对 所以总而言之 它这种技巧就是 你 你只要能够绷住 然后完成这些动作 你绷住要这边绷那边绷 你自己去混 混得住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种技巧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如果从哲学面来看 比较 拓幅学比较核心面 就是它需要有一个 为什么我每次都讲到 它要有一个连发机制 就是蹦速的机制 就是蹦速机制 你可以用这边蹦 它这个书上提到叫做 叫做紧张中心 对 它用个名字也蛮好的 翻译蛮好的 就是你看这边紧张中心 对好不好 可以吗 那你如果 它里面 它七十七页那边提到 那有些人做可以 是比较放松的 它就是比较 用很multi taps的种方式 那这样 我一幅脱掉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比较棒 因为被这个脱掉 你看得很棒 我昨天就是脱 我昨天有录嘛 那个是 我说我那个就看得蛮清楚 然后脱掉 你可能就看得蛮清楚 你看到吗 其实其实是松的 跟这样子截然不同 这整个都缝组了 这样 这是快速的 然后而且它是 它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弓是会向前 那因为这样它就会有点向后 比如拨大舞曲 那当然你没有规定拨大舞曲 你要这样全身 你可以慢一点 变成用比较中速的 你可以 比较出来一点的 这种比较 介于超快速跟中速之间的 对 机关枪速跟中速之间的那种快速 但是又比中速快又比机关更慢 你懂我 你也可以这样 不过这个曲子 如果你这时候这样拉 你后面会不行 所以不建议 这边你听是 这一段你好听 然后面 那边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写 除非你后面变快 前面 这首曲子是 从后面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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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那边你就要快 那边你如果慢听起来会很清 会没有那个效果 会变成每个音都听得很清楚 然后那边就是要要全足 快到一个输的全足 那如果那边快的话 这边你拍一尺多 还是那个Tempo 要是这样 这边就要非常快 你就要变成这样 你不能哼哼哼哼哼 那你那边就会变成是 这个你要很快 你要很快 所以如果你前面 你用这么慢 你这边就会 你就会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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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就不会那么好 好不好 所以它这个 如果你整首曲子去布局 你就会发现 那所以这个曲子前面的连论功就要快 要不然你就变成 你前面慢到曲子后面加快速度 中端加快就变往上 那这样如果有钢琴伴奏 没有钢琴伴奏的时候 人家停不出来 一有伴奏就会蛮奇怪的 对 你就会变成前面伴奏的比较慢 咚咚后面咚咚咚 就会很明显 那没有伴奏的时候 其实可能听不出来 对 好不好 那你如果没伴奏 你这样 那我觉得无伤大人 舒服就好 因为音乐 一首曲子音乐 反正它就可以tempo 是快满 但如果刚刚伴奏 那个感觉就会很明显 就觉得 对不对 它后面是有那个 咚咚咚咚 刚刚听到这种 就这样好不好 那不管 再额外说的 那回到那个 回到那个叫什么 大家就觉得你就好 为什么想到这个 所以这些我都试过 对 所以我们这种比较 美式教育 启发教育思考的人 我们都会认识 那很多人说 你怎么想的那么累 不会啦 那是你不习惯 你不要觉得没人累 应该说你自己无能 抱歉 我讲一句难题 那是你自己在 停下教育 你头脑已经不习惯 这样思考 所以要你这样思考 你就觉得很累 然后你当然不会这样说自己 他能确实去说别人 别人想太多 其实是你自己 你缺乏想多的能力 要你想多你就受不了 你就觉得多 可是在我这种能力的人 我觉得不 我不认为觉得想得很多 我可以想得更多 好 这样 台湾人就会这样扣言 反正都是自己对 都是别人错 你刚次第功德会是这样 你建议他什么 他都是你不懂 都是他对 好 那个 所以我们刚刚讲中处的连顿功 其实他 他把紧张通信放到前面 其实 他的紧张没有到 封这么紧 这种快速连顿功这么紧张 其实他就是像你 就像你推 一个一个的慢速连顿功 会比你 长功 或正常连顿功稍微紧张一点 好 那这边 会 中速连顿功会再紧张一点 那这个 再紧张一点 但是没有这种快速连 超快速连顿功这么紧张 而且紧张的东西在这里 是因为你要去做multi-taps 一次推两个 有 这一个 一个的连顿功 对不对 那你要一次推两个 好 那怎么样可以不冲过头 变成三个 你就越出来越 我就觉得越这样就越容易冲过头 你会很容易叹叹叹叹 那越这样越好推嘛 因为老汉拖车 我刚刚说过 别这种姿势 老汉拖车的姿势 你就会觉得越好推啦 越好去做这种动作 你会发现 你要做multi-taps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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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感觉这么明显 当他变成 那我说过 其实你可以做四个 基本上就够一般银河用 因为通常就在换弦 那当然有时候 他没有他换靶 他四个弯又换靶的时候 那你就要八个 那你就再练八个 用刚刚一样的这种 这种老汉拖车 一二三十 的multitaps 一二三十五十八 一二三十八 一二三十八 那其实你 如果你越来越会做 其实你可以蛮松的 其实看出来其实我蛮松的 其实我蛮松的 应该从这个角度看 它是这样子 那那个快速连弓弓是这样完全不同的 那个是这样 所以它这里 你看这打开来 你这边是不是就不可能像这样紧了 那你会觉得那还是要出力 是这边在出力 这边在推 应该 小心 手机 这个角度 这是快速连弓 它是整个这样夹 有点夹住的动作 而且是像这样前弦 不是这样夹 这样你的弓会向后 弓感会向后 那是这样前弦 那一这样它的这个角度就会变得 变得有点这样 而且会是这样 这样 那从后面看就这样 这是快速连弓弓 那慢速连弓弓 它是变 它是从这样也比较这样 然后这样去推一个一个音推 然后你推double tap 一些两个 那是这样 好 那你就会发现不难 那就会 你就会发现就跟书上 加拉米安小林家 原则 其实其实也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可以吗 那我等于是把 很详细的再用特写的方式 再把这些再说清楚 然后 跟我以前讲的就是有 研发机制 有传动机制 这样大家懂吗 所以等一下有个联发机制 就所谓它的紧张中心 那传动机制就是你这里还是 你这个 因为最后你还是要反映到这种活动能力 或是这样子的能力 我说公鸭有这样子给公鸭 手臂放红也有这样的公鸭 所以你还是要 那个像 我说过像那个张家正老师 他那个新连针工的教学 我自己在做超快速连针工 我不是那样做 我不是像他们说 压条压条 压 然后条海豚起来 压条压条 然后就 我说过中速连针工 特别是超快速连针工 像你这样这种 你这样我是到不了的速度 那以色列小弟 你叫做艾奥克什 他有体肤 他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到一个速度 对 但是 我说过 但是我有没有练 我还是很感谢张家正老师 他们分享那个东西 因为我有按照他的练 那他给我的帮助是 让我把这个 我们刚刚说 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个 这个紧张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连发的机制 可是他光连发机制是不够 他还是要有一个这个 最后这边的能量 所冲突然还要透过这个传道 最后到这里 那这里你还是会有这个压条的机制 应该不能说挑条 我比较 我觉得 我的感觉是压 放松 压 松 那一松呢 他就会有类似条 但不是刻意的去这样挑起来 对 压松 压松 你会做的你就是压松 压松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筋膜比较紧的人的话 他 他就会刹车嘛 我这个 我之前讲到 连顿弓的物理学机制 跟长弓不一样 就是长弓 长弓你是从牛顿 低运动定律 EA 我EA就是近着很近 一B就是等速直接运动 都是牛顿低运动律 都是合力为0 那如果开始动 那叫做第二运动力 叫发力 那长弓是从EA 静止很近 开始发力 第二运动定律 然后就又回到一B 第一运动定律 是一B 等速 整度直接运动 那连顿弓不一样 连顿弓是从EA 然后变二 第二运动定律 然后又回到EA 他又停住了 所以他会有一个刹车的极致 逆向的 抵消掉那个力量的极致 因为他最后回到状态 不是等速直接运动 他是又回到EA 所以他会有更多的 抵消这边出来的力量 那这个抵消的力量 你不可能再拉小迪径 还有一个这边推过来的力量 你不可能再这样子 然后这还有一个倒过来 往这边推的力量 所以那怎么样去抵消这个 让他刹车减速 极减速的力量 其实就 就变成你的 如果你的筋膜越紧的人 我说过 我刚讲肌肉与筋膜 筋膜越紧的人 其实你越 他自己就会刹车 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个 我就用小踏车的划骨 就说小阿神你买那个很棒的小阿神 往往楼上那个 Caches T3 那个两万三万块的小阿神 相对起来就比较好 那他那个一踩下去 很容易速度就上去了 从EA静止不动 一下子速度就提上去 轻轻一踩就踩 而且他 而且你不踩他就一直滑 他就等不运动 就很适合做这种长工 那有的人的身体条件就比较像这样 从小练或女生那种 比较柔乱 比较没有在 提重物 肌肉没那么发达 筋膜没那么紧的人 不过肌肉发达不来 跟肌膜没那么紧 这是两个独立的事 不过他常常会同时存在 但可以不存在 不同时存在 那那个 好 那可是如果你跟脚踏车 是比较便宜的脚踏车 那划骨是比较紧的话 那你是不是很难让他速度上去 很容易踏 可是一上去 你稍微不踏 他的速度就掉下来 那是不是就等于连钝弓 很难上去 但是一上去就 就停住 那就变连钝弓了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 他速度 他从速度被踏上去又突然停住 你需不需要 这么去夹那个刹车就比较不需要 不需要一个这样的推回来的 他自己就会停住 因为他划骨很紧 那同样我们筋膜比较紧的人 其实反而要做这种 一上去就立刻停住的 反而利多 因为我们的筋膜紧 就会帮你自助 可以吗 就像脚踏车 如果今天比脚踏车 我说过比脚踏车比赛 不是比谁 可以立刻踏上去 就到一个速度就一直滑滑的远了 是比谁踏上去以后 可以一踏上去就停住 一踏上去停住 连续都这么多 但这时候 大家一定不会去买 那个好的脚踏车 一定买了划骨比较紧的脚踏车 而且不准用太多的刹车的话 对 刹车这边会限制的话 那你当然就买那种比较紧的脚踏车 那连准功就像这种技巧 那反而是你筋骨机能 比较紧的你是力多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那为什么我说过 因为一般的老师他们都认为 长工换旋是连准的基础 所以你长工换旋他可能根本不教你 再加上这种老师 通常他们都会比较不擅长 这种老师里蛮高比例的人 不是所有的 但是 他们比较高比例的人 他们比较不擅长 用这种方式做连论功 所以他 所以这种身体条件 这种优势的人就变成 你是不是那种老师教 你就根本没机会去学去发挥 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不是每次都讲到这个 OK吗 那总而言之就是我回到压条 我是讲说其实他压下去 那他条 很多老师讲条 其实是这样回来以后 让他停住的 其实那你如果筋膜比较紧的人 对 其实就等于是脚踏车 花骨比较紧 其实他自己会停住 他自己会停住 他比较不会一直往前冲 相对起来他有一个 因为靠自己本身比较紧 他就会停住 对 那你是不是就觉得条的那个感觉 就不会这么明显 所以这个条的感觉 就特意的去刹车的这种 这种机制会不会很明显 会跟着你的筋膜的紧度有关 筋膜越松的人 他他越容易启动 就像那个长弓 巧他好的花骨牙 一动以前 但他要刹车就会觉得比较难 对 那他这种人就比较适合拉这种长的 快速的长弓 他就会觉得比较容易 那我们这种人拉那种快的短的短的 短音的长弓就会 持满弓就会觉得比较难 可以吗 所以我们是 我是建议像这种情况的人 你可以先去练 他长弓都要先去体会 你都要先练一段时间 那如果实在不能 已经练到一个程度就上不去 一些细致度上不去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我说这种情况的 其实你可以先去练连顿弓 然后连顿弓 我说过连顿弓其实他 我们刚刚说过他是 他说过嘛 他说是你听 手的移动是很像维动 其实他也是像长弓这样 这样 在做这种很像移动 那透过这样 可是他不是一次就要这样柔软的做 他是这样 分成很多个 分成很多段 多段然后去把它组起来 好那你如果这样练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最后合起来是不是也可以了 那你长弓就练起来 然后这时候夹快速度就变快的长弓 用这种学习顺序 你反而像我们这种紧的人方 会练得起来 你的长弓反而也会练好 我之前在讲这个很多老师在那边 因为我那时候拉得很难 就在那边讲 你看我现在已经长弓是不是也好很多了 就我们练起来的 然后听了那些 你身体条件不适合那种教学 比较适合我们这种 你按照他那个 你发现他们几年了 他们还是练不起来 然后他还是觉得要用那个方法 我不是说过 我在身上很多同学 学了八年了 还要用那个方法 你没笑的他妈用八年还要坚持 那为什么就是 其实人都会有火象崇拜 觉得他那么厉害 这地方拉得这么烂 那么烂你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 你讲的方法不能用 有刀跟你一样烂 他就有这种想法 那他也不想看 我是因为我身体条件差太多了 对 我不是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讲一个道理嘛 我说假如我今天这个话 我是 比如我假如是丁招亮跟我讲的 我只是把他一样的话弄 一样的话超过来讲给你听 难道他就变错了吗 因为我拉得烂 那领招亮传达给我的话 叫我再跟你讲的话 就变成是错了 对 想一想我在说什么 人就是会这样 所以其实人们常常学 学很多东西学不好 都是因为没有去盐量自己的条件 是不是 就是就跟那些你很崇拜很厉害的人 是不是一样的 那其实人的学习过程里 那个条件好的人 他要克服的有一些细节的困难 就没那么多 所以他学习体验 他教能力就 就比较没有去针对这个部分去解决 那可是你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你又不知道 你就反而 你这样跟他们学 你反而会陷在里面 但我没有说你就不要跟他们学 你要懂得要学什么东西 你要学那个未来厉害的那个蓝图 你知道 对 那当然你可以跟他们学知道的 但是你光这样你还是有一些你有的问题 他没有的要解决 这个部分你还是要去解决 他没有 他不是恶奔法 不是汉贼不了你 哦跟他就不能跟他跟他 不要畅想事情好吗 有爱心的人他是会包容 他会兼容并须 对 不是他就是他们 对 你也可以跟他们学 但是你这个要补的部分还是要去补 那如果你的老师他是可以沟通 他虽然那样教 但他也沟通 他也跟你教学商 真正的教学能力学习 其实他也会学到一些东西 他的人生你不需要体验 但是他的很多学生需要 但很糟糕的是因为我们台湾很多老师 他会反他 好就这样子啦 反正我都讲完了好不好 就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连弓弓的学习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长弓也是一样 对 你这个集合体 这就是曼永英说的 你的长弓 长弓虽然是大发力 大集群这样送 但你也可以是无数的小集群的集合体 对 就变成能够 快就变成multi double 然后串成很多taps 那这样是不是等于在练这个移动的轨迹 你只是一个一个一个 那因为连顿弓他 我刚刚说过 连顿弓你的姿势一跑掉 你就很难再推下一个taps 对不对 下一个taps 一个一个taps 一个一个小taps 你就很难推 所以他会逼着你这个很像移动很缺失 那会让你习惯这个 这个长弓虽 就基本运弓需要的这个 我说过基本运弓 其实你如果从XOY軸立轴去看 你会发现其实他 他在上来过程 其实他就有一个Y軸的提高 也就是那个三角级的中间 我们刚刚说讲到三角级中间 要是帮你把它这样提起来的动作 那外加这样一个动作的集合体 就变看起来就变这样 好 那轻膜比较紧的人 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讲 他做这动作会比较不习惯 那这时候你如果一次就要求他这样做 他可能怎么做都做过 那这时候其实你反而可以 就像连顿弓 就你意思就是 你不要想说什么连顿弓 就是把长弓分解成很多个小区段来做 好 不过这样做会很习惯滑滑的 所以连顿弓会比较适合 因为连顿弓有弓压会帮你磨住 好 那你把这个轨迹习惯 那也包含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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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Y軸来就这样的习惯 那XO就是这样的集合体 两个组合 这个方向是这个肌肉 这个方向是这种肌肉 可以吗 长弓是不是你从这里移到这里 你从这样看 这个方向怎么XO是这样 Y軸 对 那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力 你从国中物理学 这边的分量没有办法到这边 完全这边的分量也不能到这 那他这个肌肉 这边的肌肉是这个三角肌 跟后面这个后背这些肌肉 斜方扭去提起来的嘛 可能也有这边这个 这个肌上肌或什么肌 把他提起来的 那这边是靠 曲肘的肌肉出这种动作 可以吗 当然 但我说过二头肌 因为他接到这边 所以二头肌也有这种动作 他不只是曲这个 他也有弯曲这边的 这两个齐合体 然后最后组存出 看起来像这样的动作 好 那个筋膜比较紧的人 他本来要这样他就比较困难 我前面讲很多了嘛 对 那他又要把他协调好 当然就比较难 那这时候你就要一次就要这样 然后就要他做很优氧 你就找他麻烦 所以你比较好的方式 是不是就把他分段 对不对 只是说一般像大陆的老师 会教你不要一次就练堂 他会教你这一拉一拉 这一拉一拉分段 或是这样 搭搭搭搭搭 那其实你金武金能更不好的 你可能这个分段要更细 就会想像连针罗马 这边 分得很细 看一段 就体会 从这里到这里的感觉 还有这里收到这里的集合的感觉 那再从这里变到 再高一点 这里再收一点的感觉 在这 那因为是滑滑的 所以连针功 稍微有一个功压的功会比较好做 搭搭搭搭搭 我怕吵到我爸爸 我怕吵到我爸爸 好 知道吗 这个集合体 所以连针功等于就帮助你去 分段的去练这个轨迹 那等你 那你慢慢你就会 因为连针功 这枪连针功你 他要给功压 刚说我讲那么多 所以你那个角度 高度一掉下来 你就不好做 所以他会逼着你习惯的 那个高度 好吗 虽然他那个角度 高度跟长弓 还是不太一样 我刚说 因为他有点不容易解 但至少会让你习惯先这样 好 但一习惯你只要回来做长弓 你就会发现你手就比较不会比自己掉下来 好 那其实这样在练的过程里 我刚刚前面一开始就说 其实你一直动一动 你的筋膜也会变软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动 就像我不是说 假如你一边 他长期握床 他久了筋就会硬掉 可是他多动作会恢复一定的程度 那一样的 你借由这样动作 而不是做长弓 然后一音色一不好就很害怕 就不敢做 就像一般老师教你那样子 那你就变成不敢动 你 如果你筋膜已经比较紧了 你又不敢动 你是越来越紧而已 对 对 那这种动作 我说过其实你 你如果需要这种动作 某一个轨迹 譬如我要讲到袁世凯的拔束原理 那个满心末代皇朝那个走向共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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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